我們來看一下這個Press裡面還有哪些功能 其實你會發現在Press裡面 因為它本身畫面移動就比較多了 所以它的動畫反而比較少 就是本身不像PowerPort裡面 就是做了很多那個物件的動畫 對不對 那如果你想要加入動畫 它裡面只有提供叫彈入彈出 假設有在同一個 slide 裡面 像我們剛剛在看這個 在看最前面這裡 我們在做這個地方 有沒有 申請帳號的時候 同一個頁面 但是我按一下有沒有就出現 對不對 因為有些時候你還是覺得說 我不想要一次就通通丟出啊 那你也可以加入這種方式 那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囉 在這邊 好 你可以看到假設我現在在這裡 假設是這一頁 假設第一頁好了 在這邊 好 點到它 在這裡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Animated Frame Content 就是針對這一頁裡面的內容來做什麼 動畫 點到 進來了 你告訴它哪一個要 所以這個我拉下來一點點 點一下 點一下 把這個跑在上面 我先點這邊好了 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好像跟我們PowerPort有點像 有一個這個 對不對 這個 那它的順序就照這樣進來 萬一你點錯了 就在上面直接插插 直接插插就好了 好 我就先加這兩個 我按Dumb 當然你也可以先Play看看 就這樣子 好 我按Dumb 你會發現這裡有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有做動畫的 有沒有發現下面會多一個這個 別人沒有做動畫這裡就沒有 這樣清楚了 所以你會比較知道說到底那個動畫出現 你直接Present的時候就可以看到 有沒有就這樣出來 因為我剛剛只有做兩個 只有做兩個 ESC就可以先離開 所以這個是先補充一下就是我們在 所謂的這個 動畫的部分 他主要就只有這一種而已 那再來就是 有時候我們可能需要講一下那個流程 那流程的話有時候是不是好多個 如果你一個一個加分 比較辛苦 所以他內建了有流程圖給你用 我們來這邊 好 我先回到最後面這邊 你看我們從上面插入的時候 這個就是流程圖 好就是流程圖 點一下 裡面就有SAMPLE跑出來了 就看你要哪一種流程 萬一不夠的你可以再增加 反正他每一個都是一個分 有沒有 很多 事實上其實如果各位你有用 大概office2007以後 他的這個 Power裡面這種流程圖的東西也很多 對不對 你還是可以用 我們先從這邊 先做比較簡單的 假設我是這一種 他總共會加入幾個分 會加入四個 因為有一個什麼 一個全部的 然後再進去 123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我們來試看看 假設要這個 按加入 好你看一下左手邊有沒有 1234 對不對 他就加入四個 當然你可以先把他 拉到你覺得適合的地方 比如說把他拉到外面來 好 拉到這邊來放開 那現在你看點到1 不是 這一個 全部的 再個別一個 兩個 三個 對不對 萬一你要的順序不是這樣子 你就直接調整一下 比如說第一個是在這邊 第二個是跑到這裡 如果你不要你希望是這個先的 你就往上拉 就這樣 所以點到他之後 再來有沒有先進這裡 對不對 這樣了解了 所以標準圖 有時候各位也會有機會用到 你可以像這樣 最後在這邊還有一個就是 什麼 背景圖 背景圖 背景圖的部分他最多可以三張 那我們剛好跟各位提過就是 解析度這要 夠高 就是大概3000像素以上 可能在縮放的時候他比較不會有出現就是那個巨石狀 那背景圖要在哪裡增加呢 可以從這裡 好就是在場景這邊 制定這裡 點進來 有沒有看到背景圖了 他現在這個是預計 預設只有一張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選 如果這邊不夠的我們進到進階裡面 你看到這個背景圖的部分 編輯 你就可以 在這邊這樣玩第2張第3張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這個我就把畫面先還給各位囉 所以我們剛剛針對的第一個就是 淡入淡出的動畫怎麼加進來 直接在 Style上面按右鍵就有了 第二個 插入流程圖 還有就是我們的 3D背景圖片 我把畫面還給你